201型7.62毫米通用机枪 上届航展我们讲过 那这届航展它这个隔热罩 改了一层蜂窝状的隔热罩 这个的话low空面积更大 散热效果肯定更好 但是我觉得它会更好看 那整体的枪管是非常的粗壮 可以看到这个枪口还是有一个螺纹 应该是安装消音器的 那这个枪管如果说过热的情况下 可以直接拨动这个按钮 就可以进行拆卸 拆卸之后用这个体板就可以去更换 这个体板应该是可以折叠的 和枪管是连接在一起的 通过这个去拆卸更换 那底部呢就是它的导气式结构 这一款采用了一个导气式 枪管短后座的一个自动方式 那整体的自动结构全部排列在底部 这样的话把上部分的空间 留给这个弓弹机构 所以说这也是可以方便排照 大部分机枪都是这样的一个布局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届蜂展的 它增加了一个布式的弹固 这个快慢机 它只有两个导位 0和2 对呢就是保险和连发 这个后拖的话 按住里面是可以进行伸缩 这个拖赛板的高度是可以进行升降的 那后拖的底部还有一小段导轨 大家猜一下这是干什么用的 整体的重量还是有大概十几斤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右侧 再看一下右侧 这是一个折叠的拉栓 那这个部位呢是它的泡壳窗 应该是拉动就可以打开泡壳窗 可以看这个折叠了 我们就不拉到底了 整体的这个外观造型啊 非常的美气化 完全不是说以前的那种风格 这个侧面的加强间也非常彰显力量 这么颜值高的机枪 战斗力一定很强 好 走 什么东西